歡迎來到我的籃球頻道 如果你很喜歡籃球這個運動 並且你很喜歡聽故事的話 那你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加上小鈴鐺 因為我一陣子一陣子 我都會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所收集到的很多籃球的故事 那上一集 我們有聊到ball culture 籃球的文化 裡面有一個文化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街頭籃球N1 我們聊到了N1當時是怎麼樣發跡的 然後它如何影響籃球這個世界 那麼今天我們來延續這個話題 來聊聊說N1這個風潮 它是怎麼樣影響現在的籃球 並且它的下一步 接下來會怎麼樣的發展 那讓我們開始吧 上一集說到了在1998 到2008年的10年間 N1推出的每一集Mixtape 讓世界認識了籃球的另外一面 讓全世界都為了街頭籃球而瘋狂 N1成為籃球鞋市場裡 僅次於Nike的第二把交易 但是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從2005年 American Sporting Goods買下了N1 到2011 成為Brown Shoe Company的旗下品牌 後來轉手到Galaxy Brands 賣出公司後 拿到了一大筆錢的三位創始人 開始開啟他們的退休生活 管理層的人事變動之後呢 新教練Steve Berg 也和球員發生了不少摩擦 讓有時夜晚的球場 成為幫派的溫創 Jabari Parker家裡附近的球場 亂到他爸媽只准他去 教堂旁邊的籃球場打球 新管理層的方向 也從原本對抗非常強的街頭籃球 變得好像只是為了秀花招的馬戲團比賽 慢慢的街頭籃球的熱潮退了下來 Mixtape推出的速度也慢了下來 籃球慢慢的轉到了室內的籃球場 年輕厲害的球員總是被AAU的教練招募 並且在有空調的球管打球 球鞋好像已經變成時尚精品 而不是只能死在戶外籃球場上的戰士 智慧型手機的到來 讓許多小孩寧願待在家 也不想在室外的籃球場灰灑汗水 從白天到日落 從晚上到深夜 直到最近N1才簽下六馬隊的Lance Stevenson 這個高中四年都拿到紐約州冠軍的六馬新秀 有著N1最初的態度 街頭之兆 永不退縮 讓Stevenson成為N1品牌最好的代言人 N1沒有了之前的Mixtape Tour 但是其實他們舉辦和贊助了美國 或者世界上許多的小型年賽 2018年 The Big Ticket Kevin Garnett 回到了N1 擔任創意總監和N1的世界籃球大師 Garnett回到N1的第一步 就是來到加州Oakland出名的街頭籃球場 Defermary Park 既然是街頭籃球 就要從街頭做起 他們重新粉刷了球場以及改良周邊的設施 他們希望整個球場能夠成為社區的地表 大家聚集的重心 每個人都貢獻他們的所長 鄰居整個社區 Oakland的市長說 N1相信每一個小孩子的成長過程 都應該有著這種高級的設備陪伴 之後他們長大以後也可以學習怎麼樣回饋社區 真的非常感謝N1 其實不只是美國 街頭籃球的影響範圍已經擴展到全世界 K54 一個Jordan贊助的街頭籃球賽 從2002年開始 每一年的6月最後一個週末 都會在巴黎愛菲爾鐵塔附近的 Blas de la Concorde 舉行為期兩天的比賽 K54賽事的核心理念 The Celebration of Basketball Hip-Hop and Urban Culture 中場會有街舞和知名藝人的表演 也舉辦了自己的灌籃大賽 這個就是一個結合籃球、音樂和舞蹈的嘉年華會 巴黎這個城市和紐約有許多類似的地方 他們都是種族融合的大城市 並且巴黎的嘻哈文化 甚至可以媲美全世界第二 K54也會邀請NBA球員來出賽 Victorio La Depot、Jabari Parker、Kamber Walker 還有法國的地主Evan Fournier 每一年的嘉年華會 大約都會有2萬人參與 真的是很可怕的規模 這個模式非常適合N1在美國舉辦 現在N1又開始販售他們著名的Trash Talk T-Shirt 復刻了太極 也許透過Garnet的牽線 我們能夠看到更多NBA球員參加這個Mixtape Tour 把最高級的籃球呈現給球迷們 N1從以前到現在2020年 其實一直都在影響著我們 只是大家沒有特別注意到而已 那我們倒回來看 去年的選秀狀元 Zion Williamson 在他高中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物了 他暴力的灌籃 我還跟我同事分享說 這個是美國高中生在做的事 那我們高中到底在幹嘛 Zion夾帶著很高的知名度 進入了大學和NBA 現在的球員在很年輕的時候 他們就有機會被全世界的目光所看到 但是 如果沒有N1 也許我們不會發現這些球員 不會發展出這種看球的方式 怎麼說呢 NBA最早會出現一些錄影帶 它裡面都有球星的系列或者是還來 像之前的NBA All Access 或NBA Action 直到N1 Mixtape的出現 讓世界認識街頭籃球的活力和創造力 N1錄影帶裡呈現了大量的一對一過人鏡頭 大量的Hollywood灌籃 還有風格強烈的嘻哈背琴音樂 慢慢改變了大家看球的模式 Greyson Boucher說 N1 Mixtape 是完美結合籃球和嘻哈的藝術品 When you watch it It just puts you in a good mood 你在看的時候 都會沉迷在其中 心情都會非常的開心 就算N1錯過了YouTube的時代 但還是深深啟發了像 Hoop Mixtape 和Boy's Life這類型的頻道 很多高中的比賽被錄下來 並且呈現出整場比賽的highline 而不是全部的過程 那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 其實足以讓這些不為人知的黑馬球員 得到很多球探的注意 並且有更多的機會 在2006年 Boy's Life上傳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當時高二的Derek Rose 在中鋒頭上灌籃的影片 上傳幾個小時之後 就達到2萬的觀看 一瞬間 大家都知道 Cicago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高中生 Rose成為一個年輕球員 因為網路highline 一夜成名最早的例子 對於年輕球員來說 早期的成名對他們有好有壞 我印象中看過的一些球員 像Akiel Carr Kiwi Gardner Trevor Dunbar 還有Lamelo Ball 年紀輕輕的他們 突然要被大眾以迷人的角度 拿著放大鏡的檢視 每走一步路 每一句話 都不能有任何差錯的情況下 伴隨而來的壓力 如果沒有成熟的態度面對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好的地方是 年輕的球員能夠透過社群媒體 認識同樣有實力的球員 並且互相激勵 互相切磋 像是Isaiah Washington的Jelly Fam 一個特定的上籃方式 The Jelly Layup 影響了美國 NBA球員 甚至全世界的籃球迷 或者是像 Mario McKinney的Hoodie Fam 一個把帽T穿在球衣地下的方式 也帶起了一股流行 現在 因為科技的發達 讓每一個籃球迷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專長 貢獻給籃球世界 可以告訴這個世界 你喜歡的籃球是如何影響你的生活 例如模仿達人Brandon Armstrong 還有Do Perfect 還有Professor 就算有的球員流行一陣子 他們到最後並沒有走大學籃球 甚至職業籃球 但是他們透過了社群媒體 累積了一定的觀眾 累積了一定的自我品牌 說不定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讓他們的人生 或者是 讓他們觀眾的人生 過得更好 如果沒有N1 那我們現在看球的模式和習慣 也許會跟以前一模一樣 不會有這麼多的highlight影片 也不會有像 Boys Live Hoop Mixtape 或者是 Like Mike Sports 這種頻道的出現 那不會有這麼多的 可能鬥牛型YouTuber 也不會有這麼多人 願意在網路上 跟大家分享自己所認識的籃球 其實我覺得我的頻道 也是有被這些因素所影響到 那我記得呢 我曾經跟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沒有聊到說 不管我們現在怎麼樣努力的練球 我們都沒有辦法打NBA 這是不可能的 雖然我曾經夢到過 我加入西雅圖超音速隊 然後我的隊友是Lugrinar 他一直傳球給我 我怎麼投都投八寶 那我覺得那個 不太算啦 我非常的清楚 我的身體已經沒有辦法 像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殺進殺出 體能王亂跑 已經過了那個時代了 但是我們的血液當中 還是留著籃球的血 每次聽他灌高手的歌的時候 都很想衝出去打球 打2K的時候呢 總是那麼high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愛籃球的心 絕對不會變 那只是我們 用不同的方式 去喜歡這個運動而已 那這個時候 你說籃球到底強啊 或者是不強 我覺得好像都已經沒有這麼重要了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自己的身上 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籃球故事 那我們可以用這些 來影響身邊的人 尤其是在這個年代 我覺得資訊很發達 並且紀錄很方便的時代 講到這我永遠忘不了 我第一次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高山 那我們都會去中山站的 壹點百貨 裡面有一層樓 它裡面有一個N1專賣店 那我會在那邊一直看電視 然後看一看 可以在旁邊 它有一個鐵籠圍起來的場地 可以在裡面二打二 我一直記得那個鐵籠鬥牛的 很熱血的時光 講到這裡 你有感覺到你身上所留的籃球血液嗎 那我們把這個熱情繼續的延續下去吧 那好 今天的故事呢 我們就說到這邊 那麼你呢 你的籃球故事又會是什麼 籃球是怎麼樣影響你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的留言 然後讓我知道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故事呢 那記得分享然後訂閱 並且幫我按讚 加上小鈴鐺 小鈴鐺的話 你們要按全部顯示通知 不然的話 其實我發現那個影片 好像我更新它都不會跳出來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一集 也感謝大家一直聽我在這邊說故事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That's it for me to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 by bwd6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